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这个上纲上线 就算我们中国人 就是我们中国教练 我们都报处 在这个一时 别说你说老外不能报处 当然你刚出过来 好像有民族 民族这个东西在里面了 好像你这个老外骂我就不行 你这个好像也有 这本身就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蓝领运动 我们不是打高尔夫的 是吧 也是打网球的 我们有些时候确实是会报一些出口 我看过那么多有名的教练 从孔帝到哪个不报处 取代英九后失言 谈及上岗花120亿夺冠 而下课的谢辉 今年在成为大连人的主帅后 在最后一刻地补进入中超 英奇就是压着打的 而沐一新之风格 且成为全华班球队中 成绩最好的球队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称赞 董璐甚至称 谢辉是中超中 最有网红泛的主帅 所谓的网红主帅 显然跟谢辉的感说感言 爽直的作风有关 向他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就说得很是直截了当 还有比赛中 谢辉的指挥风格 也很有个性化特色 比如 有人截取了比赛时的场边 谢辉多次有一次 骂人的嘴部动作 认为他是一位爱抱粗口 有着火抱脾气的主帅 多次称谢辉是齐伯乐的 老球员上音也称 谢指导 有时候急了 可能会骂人 但是是对事不对人 他不针对任何人 希望我们能理解 对于主教练抱粗口 谢辉在此前的一次网络直播连线中 在与李伟峰交谈时 也毫不避讳地谈到了这个话题 事实上 在体育运动中 特别是激烈的对抗型集体运动中 一些教练在比赛等 特定环境下的抱粗口现象 的确如谢辉所言 是非常平常的事 比如在CBA中 篮球教练在比赛中骂人现象 也是极其常见 似乎除了针对裁判的骂人会被处罚之外 竹山骂人 并没有人真的去过问过 这或许说明 无论是运动员 教练员 还是体育管理者 以及不少观众 球迷 似乎都在心里 默认了这一现象的正常存在 大有存在即合理 之意味了 但在民面上 也不可能有人将此平常事 就能给定义成正当事了 毕竟 骂人 抱粗口这一现象本身 还是与人类文明的不断提升之要求相悖 所以 体育比赛中的抱粗口现象 确实存在 但也无法可以确切地给说成是合理或正确 或许 这种 在各个领域 或都会多多少少存在的 抱粗口之人性本身现象 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灰色地带 吧 它既现实地一直存在着 也并未被人们全力反对过 但却不能拿到台面上公开肯定之 这是不是有点像谢辉的心之口快事件 酒后诗言爆料上岗120亿夺冠 这本可能就是真事 但却不能放到台面上说 这也就像球场上教练抱粗口一样 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可以存在 但却无法光明正大地公开称之为 骂得好啊 所以 对于主教练抱粗口现象 既不能像谢辉所言的去上纲上线 但显然 也难以放到公开的台面上 给出一美之词 或大力肯定与提倡吧 这确实就是足球文化的一种特色 或许称之为一种粗笔型文化 比较恰当吧 原创评论 余说还羞 有词 我这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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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词